范晨晨能有多双标 当小S主动拥抱范晨晨时 范晨晨满脸都是抗拒 一副被迫营业的样子 然而对象是假零食 范晨晨就主动投怀送抱 在和别的女生同台演唱时 她只是一个无情的唱歌机器 与假零唱歌时 那就立马换了一个人 在看其他小姐姐跳舞时 范晨晨一脸嫌弃 转身到了假零食 立刻换上小迷地 范晨晨不仅是假零的小迷地 更是时不时的吹假零的彩虹屁 节目中嘉宾们聊着 居静一是四千年一遇的美女时 四千年一遇的女主 想她传到国内就越传越夸张 越传越夸张 范晨晨听到后 随即转头对假零说 以后你是一万二十年 一万两千年的美女 毕竟谁又能拒绝假零呢